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在我的身体就会建议说让我去做model 因为他们讲说可以练习气质 后来我奶奶就觉得我可以 然后他就跟我的叔叔啊 什么家里人说 就执意要送我去 然后那我就去学习这个 model那个什么 catwalk 然后那个时候就已经在走 所以不是从平面的 不是不是 不是从平面模特开始 就我没办法当平面呢 为什么 我长得不是大众所需要吧 怎么这样讲 开玩笑的 你觉得大众会需要什么样的 没有因为我们分得很清楚 在内地 其实平面model和那个职业model 它其实还是两个区域的 平面model可能身高 不会太有限制 但是一定要漂亮 对 就是每个人看到的 都会觉得蛮漂亮的 或你有特点 是 但其实80% 就像我们这样身高的人啊 就很少去拍那些杂质 了解 会拍杂质的 但是不会定位成平面model 是 对因为还是主要供这个伸展台 嗯哼 可后来真的去做了之后发现 嗯 有乐趣吗 一开始是蛮嗨的 就是很新鲜 因为那时候你在上学 就觉得这是一个挑战 这是一个可以不用读用功读是一个好借口 可是其实你是念这个的专科对不对 对后来 北京那是后来念的 对我上大学啊读这个 北京服装学院的服装表演系 对对对对对 那个要念很多学科吗 还是不用 他其实跟一些艺术专校是一样的 需要考专业课 嗯哼 对 然后就需要考你一些 譬如说我们先去 嗯 大家比较了解的是戏剧方面的 像呃在北京就是中央系学院 是 还有北北京电影学院 这些都是每年在招生的时候都会排长龙 抢破头的 我们也一样 我们是呃 区别于他们是演戏啊 或者才艺之类的 我们也有才艺 但是我们主要还是要看身材 是 还有你就是你的伸展台的感觉 还有一些就是他会测验你什么 什么走晚装啊 职业装还是各方面的 来融合一下 你还要去演一些呃 很奇妙的话题的一些表演 是 可是我们通常看很多的模特儿都不用笑啊 是那个时候我们的理解也是 所以就觉得啊 就 竟然还有表演 对啊 这就很突兀的 然后他每一个还是抽屁 是 然后就很紧张 对你抽中的是 我 其实我是因为我跟朋友去那个 就是一起去考试 然后他是在我前面 那其实题大概有大概七八个这样 然后每一个就不一样 但是会轮流这样 然后那我朋友下来回来以后就敲我的门 他又跟我讲了六个大概啊 就是什么 你从来没有看到海 你突然看到海那种喜悦的心情 我说那还OK啊 做个动作就是 就好舒畅就好了啦 或者是你从来没看到雪啊 然后你突然看到雪 就 就完全不适合哈尔滨 对 但是还有一个是什么 你从来没看过人 看到鳄鱼啊什么之类的 但那就要表现出惊恐啊什么的 就比较复杂 可是我听起来也还是很单单一耶 有点单调啊 因为那个时候啊 其实你也知道 妈都不用笑 他只要需要说延展出你 大概有没有想法 他确定你的脸会不会动就对了啦 对对对 你的脸部漆肉还可以动 对 就起码让有时候需要你笑的时候 你也可以真的笑出来对 然后结果最下单就是 偏偏我抽中了一个 他没有跟我讲的课题 是 他讲讲那时候是警察抓贼 抓住你 抓贼 我不是贼啦 我要当警察 然后就很奇妙就是 我完全白目的 傻在那里 因为之前都是想说 啊看到海啊 你又讲了一个简单的表情 对 我突然挑了一个最难的 我想说我还在死了 真的我在台湾愣了很久 我就很像 就那个双腿在不停的抖 然后就想说 我想回家 那老师就看一岛问题 就说你想一下 你看过什么样的电视剧啊 什么之类的 后来我那种就是 东北的劲儿就上来 就想说 我算了死就死了 我就努力的大我说不许动 哦 然后还要有动作啊 然后但是 你知道吗 原来就大吗 就大省上升了 没有 我唯一一个跟别的警察不一样的就是 人家警察举枪的时候很镇定 是 我那时候是抖的 然后其实 其实老师就想说 为什么你比贼还要恐怖 恐惧的感觉 是是是是 没办法 我就解释的时候就把长员回来 我记得那时候其实就想说 我还蛮会说的 嗯 我就跟大家说 我说 因为我是一个第一次出勤的警察 哦 那呃 因为就是其实第一次拿枪是有点不闻 然后有点恐惧 但是呃 还是要坚守岗位 然后为人民公募服 哈哈哈哈 之类的 完全符合主权律 结果我就考上了 哎哎哎哎哎 不我相信一定还是因为路遥整个身高外表 我觉得这个气质是很适合的了 嗯 其实那时候蛮瞎的就想说 因为呃 考试的人很多 然后我去了以后就发现自己准备根本不足 因为 因为我是打算就是跑出去玩一下 然后就回家了 我妈我爸这家商业就是说 其实我就跑去玩 根本考不上 嗯 然后那我去的时候就 只带了一双高跟鞋 嗯 然后有一条裤子还好是在北京逛街的时候买的 但其实它很短 你知道其实有点像穿九分裤 然后穿高跟鞋 是 然后我走路的时候就很奇面 就就很奇怪了 就比例不对啊 然后等到那个上后台的时候啊 一转身就卡在后台了 因为高跟鞋就是一下戳到了裤子 我整个趴在地上 然后出来的时候我就腿瘸了 我妈说 为什么你考试还腿一圈一圈 我说我卡了就拽倒啊 然后后来有些故事就是还蛮奇妙的 当你去征求的时候 你到那个地方本来你是不想征的 但是我这个人就一看到人多啊 然后我觉得那种就来劲了 就来劲了 对 我就觉得说我不能丢人 因为有很多我认识的朋友也聚考 嗯 我想说 所以有些是讨厌的人 对吧 我有碰到一个 我觉得我还蛮了解你的 像我们第一次见面 对啊 那个时候我就想说 我看到他的时候我整个就 不能输给他 对 我就想说我一定要赢他 因为我们整个学年只招收40个 对 所以我就想说 就算他考第 就算我考第40 他也要考第41 嗯 对 最后呢 你上了他没上吗 没有他也上了 他也上了 但还好 我不打不撞 考了一个全国第二 就 你知道我拿到那个就是通知单 我朋友啊 因为他 我们两个一起去考嘛 然后他在学校里面有认识的朋友 就提前帮他问 然后他就帮我问 问完以后打电话给我 其实我和我妈就傻眼 他就说 他就说 你好厉害 你知道你考第几 我说 第几 我有进前40吗 我的想法就是 我只要进前40 证明我可以进到这个学校 就OK了 然后结果他说 你考全国第二 我和我妈 你知道 就傻眼 然后过一会儿讲讲话 就眼闪泪光 你知道吗 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就觉得其实也不容易 好 好 好